好,大家好,这是灵度解说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走来说一下 如何在Windows系统上 开启这个安卓纸系统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Windows系统 它最大的卖点之一 就是可以安装这个安卓应用程序 这也是我之前申请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虽然Win11正式版 刚发布的时候 它并没有搭上这个自制安卓的功能 但是从昨天开始它就可以了 现在我就去调查 跟它详细介绍一下 如何开启这个安卓应用的子系统吧 好,现在我已经拿到我第二三了 也就是在前两天 这个Win11正式宣布 Windows1开始推送安卓子系统 也就是这个Windows Subsystem for Android 我已经体验了一天左右了 还相当可以的 但是目前它是推送给这个Bit渠道的用户 推送方式不是发布新的这个Windows1Bit系统 而是直接推送给已有的Bit版本 可爱有的人会好奇啊 为什么不先推送给这个第一位渠道用户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因为之前一般最新的功能啊 微软都是先推送给这个开发者渠道的 但是这时就不一样了 它先推送给这个Bit渠道的用户 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啊 第一位作为开发者渠道的版本 稳定性肯定是大不落这个Bit渠道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你加入这个预览版的时候啊 微软默认推荐的是这个Bit渠道 而不是这个第一位开发者渠道 目前Windows1最新的Bit版本 是这个10月16号发布的这个22000.iPad UI这个版本 但是之前刚才的Bit版本 也是可以安装这个安卓子系统的 微软表示 只要版本耗是这个22000.xxxx的这个Bit版本 就可以安装 但是开启这个安卓子系统啊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限制啊 那就是目前这个安卓子系统啊 它仅仅是推送给这个美国地区这个Bit渠道的用户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啊 你只需要将你的系统切换到美区 然后把你的应用商店啊 更新到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现在我就来演示一下 如何将你的系统切换到美区吧 我们先点击桌面上这个磁电脑 然后选择里面的属性 打开以后 接着我们点击左侧这个时间和语言 然后找到里面这个语言区域 进入以后 在这个国家和地区这里啊 我们选择美国就可以了 这个是可以自由设置的啊 到时候你可以随时切换回去 在这里设置好以后 接下来你需要确认一下 你单线系统版本号 是不是这个Bit通道的22000.xx的版本 如果你现在系统啊 并不是这个Bit通道的版本 那么你需要将你的系统 先加入这个预览版通道 当然你也可以在虚拟机上 来进行安装尝试 同样呢我们先进入这个设置中心 然后点击左侧这个Windows更新 接着我们点击右边的 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 打开以后 我们点击里面这个 即可体验 接着它需要我们登陆这个微轮账号 我们点击这个链接账户 输入账号密码以后 我们点击继续 接下来会进入了这个 微轮体验计划的选择 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渠道 有针对开发人员的第一位渠道 还有系统梦里推进的这个Bit通道 第三个是这个Release Preview通道 这里我们选择第二个就可以了 因为目前只有这个Bit渠道 在支持这个安卓的安卓纸系统 选择第二个选项以后 我们点击继续 接着我们点击继续 现在它需要我们重启一下电脑 我们点击立即重启 好 重启电脑以后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应用商店 打开以后 我们点击左下方的这个库 接着我们点击右上方这个 或许更新就可以了 等它全部更新完成以后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 安占应用商店的地址 这个地址我会调到视频下方的 描述哪里 打开以后 它会先进入到这个亚马兴的 应用商店 接着我们点击上方的安装 接着它会进入到这个设置页面 我们点击这个设置按钮 现在它需要下载 这个Windows上的安卓纸系统 我们点击下载 好 它现在正式开始下载了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两分钟左右 我们就稍微等一下 好 它现在已经下载 完成了 接着我们点击下一页 好 现在它已经安装好这个安卓纸系统了 安装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需要重启下电脑 我们点击重启 好 现在我们去重启电脑了 第一次重启电脑以后 它会自动弹出这个安卓纸系统 进入这个启动页面以后 接着我们需要登录一个美国的亚马兴账号 这个亚马兴账号必须是美国的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么你可以直接去这个amazon.com这个网站 在上面免费注册一个就可以了 注册也是非常简单的 你只需要一个邮箱账号就可以注册了 注册好以后 我们在这里登录下 这个区域选择这里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一定要选择美国的 而且你最好选择这个 Amazon.com这个地址 因为我之前选择这个United State 它居然显示不可以 真是太奇怪了 选择好这个地区以后 下面就选择这个amazon.com 然后我们点击继续 这里选择 以注册用户登录 接着输入你的美国亚马兴账号和密码 输入账号密码以后 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亚马兴的应用商店了 进入以后 你可以下载并安装里面的 任何的安卓应用程序 我们随便找几个游戏来 来进行安装测试下 稍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它的系统性能的消耗到底有多大吧 看看这个安卓纸系统 会不会赞用大量的系统资源 现在我们先来安装下这款游戏 我们点击里面的下载 这个下载过程可能需要稍点一会 好 它现在已经安装好这款安卓游戏了 现在我们来打开它 操作还是可以的 在这种电脑大屏幕上玩手游 确实是爽多了 非常的顺滑流畅 好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任务管理器 来看一下这个安卓纸系统 在玩游戏的时候 它对系统支援的占用率高不高 这样就非常清楚了 其实还好 它对CPU和内存占用率都不是很高 操作还是非常流畅的 但是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个亚马逊的应用商店上 它可以安装的应用程序不是很多 但以后它们肯定会慢慢丰富的 毕竟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如果你下次要打开这个安卓纸系统的话 那也是非常简单的 你只需要打开这个开车启动囊 在这个推荐的项目里 你就来看到这个安卓纸系统了 还有这个亚马逊的应用商店 而且你之前安装的这个安卓应用程序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打开 这样确实是非常方便的 现在我们也可以对这个安卓纸系统 来进行进一步设置 打开以后 比如这个纸系统资源这里 你可以选择这个启动速度更快的连续模式 当然是在这个模式下 这个纸系统是始终在运行的 它肯定会占有更多的这个系统资源 如果你很在意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第一个这个按需模式 当然这个模式它也是有缺点的 就是在你启动安装应用程序的时候 它的速度会更慢一些 因为毕竟它没有进行这个系统的预下载 这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进行选择 当我们抵抵上方这个文件的时候 进入以后 我们得选择这个更多选项 里面有这个最新的文件 图片 视频 音频 文档下载的 其实这个就相当于这个 安卓系统里的文件管理器了 对这个安卓系统进一步更新 我还是挺期待的 如果很感兴趣的话 那可以去体验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